今天早上回來 台東的 地上和關山 當年平均有超過五十件雷產以外 大部分都是做電動腳踏車的觀光客 關乎過程這個月要說個管理辦法 規定入車要檢查 按照UK要在指定的地方站 讓入車有遺固的保險 未來保障入車和UK的環境 避免發生正義 地上北東一大片的地方 地上地区31間大大小小的自行車出造業者 不過因為大部分人為操作 還有危險駕駛、蛇行、惡意操車 學會表示 目前地上地区31間大大小小的自行車出造業者 不過因為大部分的業者也沒辦法 提出電力輔助車輛的出現證明 完成驗車的導播 現在只有九州有導播產品的證明 也多陷 不過管理府決定六月底真正的成功 第二項地区三連以上 應驗用萬車定義管理辦法 要求業者提出 臨力為主、電力為富的自行車 驗車證明 這可以避免 要還有要有企業車 腳踏的生年齡 這可以做車 在這項地区驗驗讓業者有經過辦理保險 完成驗車才能做管制 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要求這些車輛 要出租的時候要訂詳細的租鏈契約 要求租車者必須擁有汽車或機車的駕照 他才能夠駕駛這輛車輛 那第三個 所有的車輛行駛都在固定的油圓道路 管府表示會協調合家的驗車機構 提供驗車參加 年代之前會訂出三連以上 順電力自行車管理自行車 上議會審查 電車給有驗車 不管是管理辦法 那些是自行車都要遵守 如果沒有會禁止電力 負走的自行車上路 記者中學報道 記者中學報道